幽默露 嘿大家好我是R��卡 今天帶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10款2020年網友所推薦的優質Switch遊戲 今年上半年度其實有非常多遊戲 是相當有趣的 而且要來陸續推出 但是呢 在玩這些遊戲之前 應該還是有很多玩家 嫌說還有沒有一些可以推薦的遊戲 來讓我們入手一下 這一次的榜單呢 就可以提供給大家來稍微參考 看看有沒有值得入手或者是適合你的遊戲啦 好啦 那接下來我們就話不多說 馬上來進入這次的2020網友推薦的10款Switch遊戲榜單啦 好 首先第10名就是狙擊精英第4代 又稱爆彈精英爆彈之城的作品 狙擊精英基本上就如同遊戲的名稱一樣 遊戲主打的就是使用狙擊槍來擊殺敵人 我們扮演的角色會用一個以一擋擺的氣勢 一個一個慢慢擊潰敵軍的攻擊 而在狙擊狙擊的同時我們可以開始看到這款遊戲的所有特色 在狙擊的狀態之下呼吸會影響到準星的瞄準飄移程度 風啦距離啦也都會影響彈道的飛行狀況 像我們在跑了一段路之後啦 這個準星也會因為喘氣的問題出現大量飄移的狀況 那又或者說是憋氣瞄準了瞄太久之後 也會造成準星大飄移的狀況出現 所以綜合以上許多原因呢 要如何利用地形呢跟一些場景上可以運用的道具呢 就是一大功課 那在射擊之後呢也會因為打中敵人的不同部位喔 而出現各式各樣的X光畫面 不管是爆頭爆心爆肝爆肝呢 也都會讓距離之後的成就大增 當然啦在遊戲當中也提供了許多步槍 手槍炸彈地爺等等的 這些呢也都會是我們取得勝利的關鍵武器 第九名 世界遊戲大拳51 這款遊戲呢我覺得特別適合找親朋好友一起來玩 因為它是一款動靜皆宜 遊戲總類豐富又有趣 在上手程度上來說呢也不算困難 甚至有不少遊戲啊 根本就是大家早就會玩的遊戲項目 萬一真的不會啦 裡面也有提供到淺顯易懂的說明喔 那遊戲中的內容如同遊戲名稱一樣 總共有51款的小遊戲所組成 另外還額外增加了一個鋼琴樂器的模擬遊戲 其中比較常見的 大家都可能比較會玩的啦 有像排七啦 二十一點啦 連環新接龍 黑白騎四指騎 夕陽騎 記憶卡牌 麻將對對 小保齡球 撞球等等 類型真的是蠻多的 而且玩法呢 大家應該也都至少略知一二 那我自己呢是在親自玩了之後啊 有發現到一些還不錯的小遊戲 像是波奇 飛鏢 日式麻將等等 有些呢是以前看過 但是不太了解 這些也都可以透過這套遊戲中呢 來做一個簡單學習 只要稍微動動腦啦 就可以好好體驗一下 它的各種奧妙啦 第八名呢 是異度神劍終極版 這一款呢 比異度神劍2來說呢 好上手的程度算是友善許多 因為終極版的戰鬥模式 跟一般我們所熟知的RPG遊戲啊 整體的感覺比較相似一點 有角色等級 有裝備的提升 有技能數等等 簡單來說 我們就是可以好好的去培養我們的角色 差別在於戰鬥的過程當中呢 它是完全沒有道具可以使用 靠的就是玩家如何去分配隊伍喔 還有技能之間的連段攻擊 來製造出一些比較更大的攻擊傷害 而且啊 這款遊戲的劇情量啊 非常龐大 光是一週末就可以玩到70個小時以上 再加上 終極版呢 還有額外擴充的新的劇情 加一加呢 它的遊玩時速啊 至少可以達到80個小時喔 所以如果是喜歡角色扮演類型 喜歡高遊戲時速 覺得買這種遊戲花起錢來特別值得的朋友呢 這款異度神劍終極版 肯定可以考慮入手 甚至呢 是早些年初的 一路神劍二代 也都是蠻值得入手的好遊戲喔 第七名 是Just Dance 2021 那不得不說 這次的Just Dance 真的是我有史以來 跳過最賣力的一代 原因呢 不是因為它的歌有特別好聽 或者是只賣的這一代而已喔 而是因為它實在是適合給自己來跳 啊 拍謝 這個時候呢 又要跟年紀大代謝變慢有點關係 多跳多動 真的是對自己的身體會比較好一點 而且搭配上它的音樂節奏啊 我覺得只要把電視的音量 稍微開大一點喔 跳起來的感覺真的是會相當熱血 而且年紀很輕的朋友啦 要跳當然也不是不行 因為要活就要動這句話呢 是真的 多動呢 也會讓自己的體能喔 更加的保持 那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啦 就是因為它也蠻適合喔 拿來跟小朋友一起誤動 因為它只要拿著一支Joey Kong呢 照著畫面中跟舞者一起跳動 就可以達成每一首歌的成就 那歌曲的部分 除了有非常流行的一些音樂以外 還有配上一些小朋友的專用曲目 再搭配上那些精心製作的畫面啊 反正就是動下去就對了 接著是第六名的黑蒂絲 我覺得這個之前真的是跌破我的眼鏡 雖然它是我蠻喜歡的遊戲類型喔 但是它的爆紅程度呢 真的不輸給一般常見的大型作品 那這款遊戲呢 是屬於Rogelike類型的動作角色扮演遊戲 遊戲中的玩家呢 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武器啊 在一次一次的失敗當中呢 不斷挑戰自我 那我們可以透過每次的闖關呢 來取得點數增加自己的能力 才會比較有辦法有機會過到更後面的關卡 除了要有一點小技巧以外 我個人覺得每一回合的戰役呢 取得那個隨機的祭典跟道具啦 也會是有一點考驗技術跟運氣的層面 這也會讓玩起這款遊戲的感覺啊 更加的新鮮有趣 因為它的每一回合呢 都會讓人有點意想不到 那它會非常吸引人的原因呢 大概就是那個流暢的打擊感 加上在攻擊中跟閃避當中啊 不需要那麼的精確命中 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殺敵效果 而且在發一些技能喔 可以看到連擊或者是散射狀的攻擊喔 都會讓遊戲驚奇起來 有一種更刺激的感覺啊 第五名的遊戲呢 是由冠老闆第三代 喔不是 不是誤會大了 是皮克敏第三代獲得 那這款皮克敏3呢 我真心覺得是非常有特色的一款遊戲 因為大部分的遊戲 我們總是扮演遊戲中的主角 不管是要採集啦 戰鬥啊 或者是收集一些道具等等的 做任何事情呢 都要親力親為 但是在皮克敏3當中 我們所扮演的 宇宙之旅調查隊 反而做事就是很少為親自去做 因為在這個星球上面呢 有許多小小的不可思議生物 皮克敏 這些皮克敏呢 除了有不同的顏色跟外貌以外啊 他們也會有不同的能力喔 提供調查隊來驅使 建造 探索 採集等等 甚至進入戰鬥啦 我們都要好好的運用皮克敏喔 才能完成每個階段的任務 第四名 天碎之 校道機 我覺得這算是一款蠻特殊類別的動作RPG遊戲喔 因為在遊戲中的角色能力提升啊 都是透過種植稻米收成而來的 也就是說 跟中的部分在遊戲當中 佔有相當重要的一個環節 那遊戲大致上呢 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要外出去挑戰的任務 簡單來說就是要去打怪過關 另外一個部分呢就是要去當農夫 好好的到田裡面去耕作 茫茫農火喔 才可以完成這個遊戲的另外一大半 那出任務的部分呢 是要挑戰許多敵人以外啦 收集也是一個蠻重要的工作 因為遊戲當中有不少的道具 也是要幫助我們喔 種出品質優良的道具而存在的 在打擊感的部分呢 我個人覺得玩起來是相當不錯 搭配主角慢慢學到的一些新動作跟新招式啦 整個在玩起來的節奏感會越來越好 那種植的部分則是稍微複雜了一點 這邊的話呢是需要靜一下心 那調整打怪之後那種快節奏的心情 好好的去調配肥料啦 或者是進行每一個種道的環節 那隨著種出來的稻米品質不同喔 也會直接影響到主角提升能力的速度 如果真的想玩的朋友啦 我覺得是真的可以上網去研究一下 種道的方式跟心得喔 雖然說它有點小小的複雜 但是如果種出來的稻米品質比較好啊 反而也會有更好的成就感啦 第三名 紙片瑪利歐 這款遊戲呢我覺得身為瑪利歐系列的遊戲啦 它的美術風格跟玩法呢 真的是相當獨樹一格 遊戲中雖然有不少地方玩起來還是有那種 動作冒險的元素喔 但我覺得解明的成分呢真的是拉上不少 有時候呢光是要找一些道具喔 就真的也是需要花一點時間 稍微的找找看 因為它會有不少解明要素喔 安插在遊戲當中 尤其呢是在對上敵人的戰鬥階段啊 那個大圓盤的玩法喔 真的就是以解明為最重要的元素了 那我自己在玩起來這款紙片瑪利歐的整體節奏呢 會稍微慢了一點 動腦的量呢也需要多了一些 如果是一般玩家要來玩的話 只需要注意這樣子的節奏自己喜不喜歡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是要跟小朋友來玩的話呢 我是覺得年紀太輕的可能會玩到有點 煩躁 畢竟他要思考的點啦真的是稍微多了一些 就算是體驗到遊戲當中的繩子之手 要用體感來操作一些比較有趣的解謎橋段啊 但萬一看不懂的話啦 也許就會體驗不太到他的有趣之處囉 第二名的部分呢 則是薩爾達無雙災厄騎士路 對沒錯 他真的會得名喔 一點也是不意外的 災厄騎士路的玩法跟一般的無雙遊戲啦 都是在秘密麻麻的敵人當中呢 以一擋擺殺敵萬千 但我覺得他的最大特色呢 就是因為他擁有曠野知識的要素 不管是畫面的風格 還是劇情的承接 都有著濃濃的薩爾達傳說的曠野知識感 遊戲當中呢 我們可以操作的角色啊 除了林克以外 就連四英傑、薩爾達公主 甚至還有其他的許多角色喔 也都可以體驗到他們與眾不同的戰鬥方式 而且啊在曠野知識當中 會用到的時間暫停啊 林克時間 一般也叫子彈時間啦 還有丟子炸彈等等的招式喔 在在二期速度當中呢 也都可以用到 而且在對抗一些頭目當中呢 要如何破盾來攻擊他們啊 真的讓他們拳拳到肉呢 也是玩家需要學到的自身關鍵之一 那雖然在這款遊戲呢 進到一些畫面比較複雜的地方啊 有蠻多人提到 Switch跑起來真的是會有點吃力 但我想呢 這次他還是可以擁有到這麼高的得票數呢 應該還是有他非常大 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如果還沒有吃過的朋友也可以親自來嘗試看看這款 薩達武裝 災惡起勢路 好 最後終於來到第一名了 但是這個第一名呢 我想大家應該用猜的都可以輕鬆猜到 它呢 就是 集合拉動物水友會這款遊戲哦 遊戲的玩法除了可以在探索建造設計自己的島嶼以外呢 也可以收集各式各樣的圖鑑跟素材 而且在遊戲中的時間 還會因為我們選擇南半球或北半球 擁有一樣的日出跟日落之時 像我們居住在北半球的玩家 如果在遊戲進入的時候選擇北半球的居住地 在遊戲當中的白天跟晚上呢 就會跟我們的現實當中同步起來 甚至呢在季節變換當中呢也都會是同步變動的 隨著季節的不同 我們在遊戲中可以體驗到白雪海海 櫻花紛飛的感覺 官方呢也會在許多節日當中啊 搭配一些活動呈現在遊戲當中 所以呢遊戲結合生活 隨手要拿來一玩的遊戲哦 基本上啦就是這一款集合拉動物水友會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最佳的選擇 那最後這邊呢我覺得還要再特別補充一下 就是在玩動生的時候呢 基本上除了正規的玩法啦 還有另外一種比較厲害的玩家哦 他們是會把島嶼呢 佈置成有謎題的關卡 有機會的話呢也可以背到這樣子的島嶼 親自的探索一下 觀摩玩樂啦 OK那麼相信看到這邊呢 其實在榜單上啦 有蠻多遊戲我個人覺得是 呃就是真的是可以猜到的 像薩達傳說載而騎士路啦 或者是像集合啦動物水也會啦 其實這些遊戲喔 我覺得都是大家可以猜到的 當然在這榜單當中呢 也有一些遊戲呢是屬於那種 你可能猜不到但是呢你又有興趣的遊戲 我覺得至少有一款兩款是這樣子的遊戲呢 這個榜單呢就蠻適合你來稍微參考一下了 好啦那麼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了 熊偶也記得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洛卡 我們下次見啦 掰